梁佑南也很討厭陳鴻梅 梁佑南也很恨陳鴻梅 你幹嘛這樣 哈囉各位四季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鴻梅 喔不 我是梁佑南 那一天我們在拍那場戲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崩很緊 可是因為就是崩很緊的情況下 在演那場戲 我有兩次就黑掉 那個缺氧的狀態就黑掉 但是又剛好符合劇中那個 很狼狽很狼倉的樣子 結果我就發現 Jason跪在地上 也有那個好像短暫缺氧 因為文斌也是情緒中很憤怒的 然後文斌也 我知道那個不是演的 是每一個人剛好到那個情緒的點 然後順池坐在輪椅上 順池也有 因為每個人都是崩很緊在那場戲上面 我覺得那場戲超好看的 我們每一個演員都非常認真用心的在演那場戲 也期待那場戲可以再度有一個高潮的點 紅梅如果當小三啊 情路坎可以 網友說是製作製作 紅梅的這個選擇 真的就是愛到比較沉思 我也從來沒有演過小三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這次接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演一個小三 你就必須要去揣測很多婚姻之外的那個情感 然後不是正常規範裡的那些愛恨情仇 那又要跟大老婆相處 當我們在戲中對峙的時候 我已經有好多次 梁又南也很討厭陳紅梅 梁又南也很恨陳紅梅 你幹嘛這樣 我常常就會說 忍一下就沒事 吵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 好幾次梁又南的那個本性就出來 就一直會罵陳紅梅 真的 當你選擇了做婚姻的第三者 你的命運註定就是坎坷 被文斌拿很甩巴掌 看起來真的很痛 逼真的有什麼秘訣 文斌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就是比較資深的演員 所以丁哥他的巴掌是都很準的 一定會算好那個距離 好比這個鏡頭是我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過去 然後通常那個掌風過來 我們就順著掌風 順著過去就 是很厲害的 這麼多次從來沒有一次被打到 其實在那個情緒之下 你一驚嚇 就是會斷片個一兩秒 那個驚嚇的程度就是剛好就是那個戲 文斌來啊 文斌來啊 你好大家好 謝謝各位 你看他就是這樣很煩 剛剛他問了一個問題說 文斌打了紅梅巴掌 然後就說要怎麼示範感覺很痛 雖然我的演員心致力很淺 就短短幾年 什麼 但是盡量做到 導演要求的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謝謝各位 能不能跟幼南這個美女拍戲 這是我的榮幸